为了让市民游客能轻松地逛街、游览 上海在地铁站、商场、景点和文博场馆陆续优化行李寄存服务 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上海地铁首次在上海火车站、人民广场、南京东路等12座地铁站内开启行李寄存服务试点 半个月过去了 行李寄存柜落地的效果如何 8月15日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 行李寄存柜受到了许多市民游客的青睐 部分站点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当日9时 记者在地铁人民广场站看到 站内的两个寄存柜屏幕上已显示柜门已满 我刚过来一看 所有的柜子几乎都是满的 我觉得这个柜子还是太少了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 因为确实没有办法去更好的满足大家都需要 记者注意到 现场还有游客为了能寄存行李 等在行李寄存柜一旁碰运气 肯定方便 但是可能虎局不高吧 日前上海市商务委打造上海市重点商圈 行李寄存服务指南1.0版 详细介绍了全市8个重点商圈的行李寄存服务 在南京东路商圈的来福市广场三楼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拖着行李前来寄存 来自浙江的朱同学告诉记者 他在上海已经游完了两天 行李寄存柜的设置 着实解决了他的大麻烦 此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上海网红打卡点武康大楼附近 也有不少沿街商铺提供了行李寄存的服务 在这里 行李不仅可以寄存 甚至可以闪送 免去了游客需要再跑一趟取行李的麻烦 日前上海市文旅局公布了向游客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的232家文旅场所名单 各商业体内能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的点位也正在不断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